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因为他的磁场并另外一个人的磁场包住 他自身的磁场的功力就没有了 所以对方磁场比你大 他就能干扰你 穿透你 甚至把你全部覆盖掉 把你的意识它可以锁在一定的范围和空间当中 它就可以完全让你的思维停止 我举个小孩子的例子给你们听听 你是大人 对不对 磁场大 他是孩子 磁场很小 这个小孩子说 妈妈说什么话 妈妈说 不许讲话 是不是被他盖住了 过一会儿 妈妈 妈妈带你出去 妈妈到哪里去啊 不管到哪里去 我叫你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是不是磁场被人家盖住了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先生也是的 太太一开口 先生就不讲话了 有些太太太也是的 先生一开口 太太也不讲话了 实际上你是被他的磁场所盖住的 我待会儿会教你们怎么样 把磁场加大 把磁场加大 以后叫他拼你一拨 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磁场放大 其实呢 你自己呢 就是拥有能量 对方就没有办法锁住你和盖住你的心 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把自己的身体和心啊 要掏空 别人的磁场过来的时候 像穿透你的心一样 没感觉 我问你 别人骂你 你没有认为别人在骂你 你是不是没有痛苦啊 很多人人家骂 哼 这种人还配在我这里 他真的不知道他骂他的时候 他还是 是啊 这种人也有了 对不对啊 海长跟你们讲 过年的时候就是一种磁场的感应 为什么过年要说好话呢 对不对啊 看见你 哎呀 恭喜发财啊 恭喜恭喜啊 那你一听 恭喜还没发财呢 我还没发财啊 恭喜什么 不会的 因为你听进去了 恭喜发财 哎呦 你真的不想 好开心 实际上你接受了他的好的磁场 对不对啊 如果今天冲着你 哎呦 这人真讨厌 哎呦 看你的样子 你一脸拿就发财的 可能不辣 已经听了不开心 对不对啊 马上已经受到他负能量的磁场的感应 所以你就会变得不开心 你接受了他 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 有人问我 台长 单位里这个人整天给我眼看 摆我的眼 整天骂我 整天让我不开心 那我怎么样来对付他呢 我说 别人送给你一个礼物 你不接受的话 给谁啊 他说 还是他拿去了 当别人在骂你 说你不好的时候 你不接受他 好像没有骂谁一样 他最后会气得半死的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人 气出病来 无人气啊 对不对啊 太太在骂人 啪啪啪啪啪 开机关枪 你就在边上笑笑 骂谁啊 我也不知道 他骂了半天 啊 你还这个样子啊 嗯 嗯 更生气 对不对啊 所以还给他了 对不对啊 所以要懂一个道理 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鼓掌人不多啊 因为讲到太太不好了 所以太太都不鼓掌